大家好,我是岳哥 欢迎来到今天的明镜追击 关于中共湖南省委所推出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我给朋友们做一些补充信息的介绍 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到了收尾的时候了 2月18日还是轰轰烈烈 2月22日舆论场上相关的讨论 已经是非常的辽络了 突出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一位教授所点的炮 没有人来跟进 所以动能不足 湖南在地的这一场活动 几天下来回头来看 如果说有价值 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借用湖南官方所强调的话来说 解放思想是为了更好的 是为了进一步的统一思想 透过这个表述 那似乎是证明在中国大陆 所谓的习近平思想 那也还没有到一统江山的地步 对于某些人来说 这个是湖南这一次活动的最大价值吧 第一个补白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风向性的 2月18日湖南省委在龙年开春的第一个工作日 就推出了进行思想解放大讨论的通知 紧接着大概是2月18日同一天 或者稍微晚一点 2月19日 有人就在中国最大的资讯分享网站 信息聚合网站 发了一封解放思想大讨论 至湖南省委的一封公开信 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这个标题 传得非常的广 我也注意到有北京的红二代做了转载 北京时间2月20日星期二 去点击这一封公开信的时候 文章能够正常的打开 正常的浏览 到了2月22日 北京时间星期四 再去看的时候 页面已经变成了404 找不到你想要的页面 然后还有提示 别担心 马上下载我们的APP 热门新闻随时看 不过就这几天的新闻来说 哪一条新闻的热度 能够比得上解放思想大讨论 公开信是已经被删除掉了 不过有一些东西啊 确实过目难忘 不可能说很快的就在记忆里 模糊掉 消失掉 我印象比较深的 首先公开信的作者自称是一位湖南人 整体的感觉也是足够的辣 内容比较的多 我印象很深的是至少两点 第一点他说你湖南省委 在推动思想解放 那首先要明确 究竟是哪一些东西啊 束缚了思想的解放 要树立靶子 第二点公开信就特别强调 现在你是湖南省委鼓励大家 解放思想提供建议和意见 那你要明确 不能够搞秋后算账 不能够去打板子 类似这样的犀利的表达 还有不少想必也是 包括红二代在内的不少人 去转发这篇公开信的重要原因 在很大的前面提到的 中国信息共享网站上 存活了大概72个小时 然后被移除 恐怕72个小时之后 互联网的平台 互联网的公司 也明白了湖南版的思想解放大讨论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了 第二点补白 就承接着前面这封公开信中 所提到的秋后算账来讲 现在海外媒体说的是比较多了 就是这一次的思想解放大讨论 议论的是比较多 但是真正去跟进的人 特别是专业人士 知识分子体制内的人士 是比较的少 其中的原因 不少海外的分析人士指 当然就是他们害怕被引蛇出洞 其实怕与不怕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中国那些学者 已经是在他们能够争取到的范围之内 做了很直接的表白了 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位的学者 69岁 他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原院长 因为已经退休了 目前是担任河南省中原创新发展 研究院的院长 玉兴安 我是看到他在接受中国大陆媒体采访的时候 有一个说法 就是他认为这一次的思想解放大讨论 不是中共中央发出的号召 仅是湖南省发出的 所以不宜过度解读 我注意到 在接受完中国媒体采访之后 玉兴安先生是又写了一篇文章 透过这篇文章 他对思想解放大讨论 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应该说是比较明确的 他的原文 我快速的念一下 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 但不是解决发展信心不足 使命意识不强 担当精神不够 等执行层面的问题 恐怕是要解决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想何处去 等深层次的重大战略问题 玉兴安先生还特别强调 中国第三次解放思想迫在眉睫 只有铲除极左土壤 中国经济方能破局前行 关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 到底有几次思想解放 学界是有不同的说法 玉兴安先生他认为 第三次是迫在眉睫 前面两次 第一次是1978年的12月中旬 邓好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 玉兴安就认为 这个是中国建国后 首次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 带来了整个1980年代的 中国的黄金发展期 玉兴安先生提到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是在1992年年初 面对当时所谓的 性资性赦的争论 和改革发展局部维艰的形势 又是邓好平 做了南巡讲话 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中国要防止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玉兴安就认为 邓好平这一番说法 其实就是批驳了右比左好的谬论 使人民的思想再次得到解放 这样的学者 当然他没有提习近平的名字 但是表达的意思是很明确的 与普通人的想法 就是目前中国很多左的东西太多 以上就是玉兴安先生 所写的文章主要的内容了 你说他怕不怕所谓的被影蛇出动吧 反正所表达的意思 其实已经够明确了 当然是不可能去直接批评习近平 但是很明确的点明了中国的问题 就是左的东西太多 左或横行 所以导致的方方面面出情况 那去改进不只是说操作层面 而是哲学层面 战略层面要做调整 我也是联系了中国大陆一位 社会界的知名的学者 想请他来谈一谈湖南这一次的 解放思想大讨论 这位学者看上去就比较为难 他说现在我已经不能够写长篇大论 来发表个人见解 主要的原因 单位的领导已经是打了多次的招呼 希望他收收声 不要太接受太多媒体的采访 但是这位学者就是说 他必须要向邓小平致敬 向中国的改革开放致敬 我个人当然非常理解这位学者的苦衷 因为要承受方方面面的现实的压力 所以难点也就是在这里了 湖南版的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活动 因为缺少知名的重量级的体制内 学者人士的持续的发生 呈现的状态就是动能不足 感觉就是要掩其息骨了 而这样的大讨论的活动 如果说没有朝着解放思想 就势必要打破权威 打破束缚 没有办法在这个路径上 往前走做突破的话 其实解放思想那就是一个空话 套话 第三个补白来看看湖南官方的一些做法 湖南省委机关报 湖南日报是连续在推出 县策湖南经典子摘要的刊登 县策湖南其实呢 就是这一次配合思想解放大讨论活动 所专门推出的 而且具体的一个承办单位啊 是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办公室 但是现在就县策湖南经典子摘登 这个栏目来说 又看不到办公室主办单位的名字 也看不到解放思想这几个字了 给人的感觉就是湖南官方也是在压调门 湖南的不少官方部门 目前呢是仍然在推进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因为根据湖南省委 2月18日发出的通知 它的时间是2月上旬到3月下旬 所以突然夭折的话 可能对外也不好看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 目前湖南不少官方的组织机构 确实都是在推进解放思想的大讨论 不过根据媒体公开发布的信息 不少组织机构 他们在会议室里还挂着毛泽东的画像 比如说您现在看到的是湖南省司法厅 这一张呢是共青团湖南省委 接下去这个会议室是湘潭市公安局 可以看到毛泽东的画像都是挂在显著的位置上 当然还是有不少的部门会议室里是没有看到毛泽东的画像的 所以挂毛像那应该不是官方的同意要求 而是有一些部门领导一拍脑袋觉得要挂 那就把它挂上去了 这一挂显然问题就来了 我们作为旁观者一看到毛教员仍然是挂在墙上 那你现场去学解放思想 是不是就显得有一些怪异了呢 其实前面也已经提到了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 同时我们普通人也是相对获得了一些实惠的思想解放 就是改革开放 而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对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以来 一直到他离世所做的那一系列东西的否定 突出的是两点在理论上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要继续革命 在实践上非常突出的就是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 所以坐在会场上的这些湖南的官员们 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们 难道会不知道这一点吗 从湖南官场呈现出来的这种怪现状 也能够看到邓小平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子 在1978年或者说70年代后 80年代初所主导的中国的解放思想 92年他着力去推进的又一波的解放思想 都远远谈不上完美 第四个补白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20大报告 19大报告中都有提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但是当解放思想很有可能触及到对权威的打破 对建制的突破的时候 中国官方现在看上去显然是没有太多的兴趣 而且不但没有解放思想的兴趣 反而是在同一思想上做的更多了 这中间很突出的就是在2月21日 中共中央是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透过最新的条例 他的修订和旧版本做比较 也能够看到 现在中共强调到极致的就是打造权威 服从权威 尊重权威 维护权威 这个权威当然就是习近平了 比如说最新版本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第二条就非常明确的提到 巡视工作根本任务就是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强调的就是两个维护 第三条新增的内容就包括 表述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要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等等 现在看到这样的文字表述 接下去这么说也不为过了 就是最新版本的中共的巡视工作条例 很大程度上对于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活动 它就是一个钳制的作用 一个压制的效果 这种效果首先体现在政治上 那很难去突破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了 中共体制内的一些自由派的学者 心中当然是有意见的 也当然是想对外做公开表达的 但是眼见着 黑云压境 山雨欲来 所以想着那眼下的情况 还是先收一收 先稳一稳 在经济上 公开的去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目测 当然比在政治上 做一些挑战 做一些别有意味的表达 压力是要来的小一点 但是现在习近平也好 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团队也罢 其实都是把政治 把中共摆在首要的位置之上 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等等 党是要管一切的 包括经济大政方针 一些执行的具体的举措 应该说是有意义的空间 但是能不能去改变中共的一些做法 就恐怕比较的困难了 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 吴清目前新冠上任三把火 是开了至少十场系列座谈会 倾听专家们的意见 倾听投资者的看法 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勤力 中国大陆媒体报道指 他在整个春节期间 都是非常的忙碌 现在可以看到 有参加了座谈会的学者 就公开表示 就是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 不能够持续 就像人不能在ICU久留一样 以后还是应该主要采用 符合规律的经济手段 建立中国证券市场 自我康复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这个说法 那当然就是市场派的观点了 认为政策的干预 政府的干预要越少越好 但是就目前吴清的这个态势状态 以及中共官方多次强调的畅想 中国经济光明论 这个背景来看 中国官方采取强行政干预手段 去脱市就市的思路 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在经济这个层面 学者资本界的人士等等 该提的还是会提 但是官方听不听 就与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关系了 下去来看一条经济方面的最新的动态 就是资本界人士非常关注的 民营经济促进法相关的起草工作 是已经启动了 这个消息是2月21日 中国的司法部当做书记 部长贺荣女士 在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座谈会上 所做的表示 透过民营经济促进法 企业界的人士要什么 其实是比较明确了 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就显示 参加了这一次的座谈会的 与会代表就表示 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企业界的人士就特别呼吁 要切实从法律制度上 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 用硬实措施 又硬又实的措施落实下来 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 立长远的保障作用 这个就是企业界方面的呼吁 但是官方能不能给得到呢 目前来说并不乐观 用贺荣女士的话来说 立法的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加快制定立法的过程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所以卡点就在这里了 如果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两个毫不动摇指的是 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和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这个也是中国一个经济发展的 基本的策略和思路了 如果说要坚持这两个毫不动摇 怎么能够兑现 前面那些与会的企业家所提到的 要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 确实从理论上来讲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现在透过中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 它的立法的流程来看 比外界所预想的还是要快一点 所以也体现了中共 现在确实是非常的着急 整个中国经济不景气 2024年经济的发展不确定性也非常的多 客观来讲 在2023年以来 中国在中央和地方层面上 确实是出台了很多民营经济促进的政策 可谓大动作频繁 这中间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在2023年7月份 当时是中共中央和中国的国务院 印发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一般简称民营经济31条 但是现在这31条 究竟是哪一些已经落地了 透过一些媒体的公开报道 业内的人士企业家们 其实呢 恐怕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优惠并不多 所以再回到民营经济促进法 目前起草工作已经启动的这样一部法律 如果说在不同所有制的平权上 没有比较大的突破 那么中长期所起到的提振性性的作用 也会有限 最后搞不好还会沦为鸡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节目 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特别的有请您多评论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